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不知道你的童年里有没有这一款提南蛋糕 吃一口能开心一整天的那种 特别是这把小散散,梦寐以求的拥有啊 这一次呢,我要实现提南蛋糕自由 一次做个过瘾,吃个过瘾 同时呢,还会让大家学到奶油霜和海盐蛋糕卷的做法 蛋黄加入细砂糖,先进行打发 打发蛋黄呢,大家不需要担心打过头 一直打下去,打到它呈现一个发白蓬松的状态 提起打蛋头,滴落的痕迹会缓慢消失 再来进行蛋清的打发 细砂糖呢,分三次加入 打发至大气泡的时候,加入第一次细砂糖 打发至表面出现轻微的纹路,加入第二次细砂糖 打发至湿性发泡的状态,加入第三次细砂糖 第三次细砂糖加入之后呢,我们先开快速打一会儿 再转低速,把气泡打均匀 这里有一步错误的操作示范,我手速太快了 直接过筛了低粉 这样子做出来的蛋黄糊,它会有一点不均匀的颗粒 正确的操作方式呢,先加入牛奶,搅拌一会儿 再加入玉米油,搅拌均匀之后,过筛低粉 整个操作过程还是要速度快一点,以防止消泡 特别是在蛋清加入蛋黄糊之后 这里呢,有一个好方法,就是用打蛋头来进行搅拌 它们的混合速度会更快 大致或均匀之后,倒回蛋清里 继续用打蛋头来进行搅拌 搅拌至看不见蛋清之后,我们还是用硅胶刮刀来进行抄底搅拌 这样操作呢,是为了让它混合的更均匀 这个配方是适合28厘米乘以28厘米的蛋糕卷 这里呢,因为我是做提拉蛋糕,只要蛋糕胚 我就用的是一个大烤盘来进行操作 倒入面糊之后,一定要用刮板刮平表面 这样子烤出来的蛋糕表面才会平整 入炉之前,震两下,震出大气泡 烘烤的参烤温度上下火170度,时间按时三分钟 最后三分钟呢,我们开热风,给它把表皮烤干 出炉后,震一下盘,震出热气 旁边没有用牛纸包到的地方呢,用刮刀刮一下,脱模 这个蛋糕卷我实测过 做出来之后非常的好卷,也不容易开裂 当然你要注意一下你烤箱的温度怎么调节 压磨之后,装入盒 这些边角料呢,也不要浪费掉 凑一凑,还是能凑出好几个提篮蛋糕的 奶油霜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哦 黄油提前用室温软化 先加入糖粉,打发至看不见糖粉的状态 就分次加入淡奶油,进行搅打 搅打至吸收,就加入下一次 不要过度的搅打 过度搅打呢,会导致这个奶油霜 它里面的气孔比较粗 淡奶油我为什么分次加入 因为我用的是冷藏的淡奶油 一次性加入,会导致它水油分离 记得小时候那个花就是粉色 叶子是绿色嘛 这里就调一个粉和绿 调色的话呢,建议使用牙签 先沾取少量的色素 一点一点调 调成我们想要的颜色为止 不喜欢吃奶油霜的,可以换成淡奶油 我这里是没有植物淡奶油了 就用动物淡奶油代替吧 小时候那吃的肯定就是植物淡奶油 不用问了 小时候的条件真的不像现在这么好 什么东西都有 如果说不会裱花的同学 可以跳过这里 直接看后半段 有一个快速裱花的方法 这里我的裱花剪 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就直接用剪刀来代替 挤上叶子之后 感觉真的有点像那么回事了 找一个玫瑰形的花嘴 直接挤一圈 也是一朵小花 整一个操作下来这十来个蛋糕 就用了十分钟不到碗 最后不要忘了 撒上巧克力糖猪 以及插上一把小伞三 这个提栏上有一个小孔 小伞插上去就能固定 东西都做好咯 剩下的当然是开吃咯 一口两口三口四口 五口不要就吃完了 我是千千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